哦,那是一个有一个好姐姐的前置 在老家玩得尽兴吗? 还有人? 近日,全红禅依旧是受到许多人的关注 尤其是全红禅每一次回家 基本都会引起大范围的讨论 与其他大多数运动员 一般回家就是在城里的高楼待着 大家想看到运动员在老家的状态 也很少能看到 除非他们出来参加活动 但是,全红禅不一样 因为家住农村 以及自身人气太高 也喜欢跑到外面玩乐 因此,各种网友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以及各路媒体拍到的 关于全红禅的照片都是很多的 大家都能看到全红禅回老家的各种欢快时刻 虽说,全红禅一直被网友喷 应该去学文化课 应该更懂礼貌和理解 或者说,要求他应该更加端庄之类的 但是,现在这样的全红禅 其实也受很多人喜欢 特别开朗活泡 随心又洒脱 不官方也不虚伪 特别真实 还特别喜欢跟人交朋友 国庆回家的时候 全红禅扎这个冲天舅舅去小卖铺买东西 做堂哥的小三轮去摆摊 到处玩乐 此前,中秋假期的时候 就去跟儿时玩伴下和抓鱼 还去见了体校的诗歌师姐 去见了儿时的启蒙教练 总的来说 全红禅就是一个喜欢交朋友 同时,朋友也确实很多的情况 本身也很爱交朋友 跟谁都可以玩得来 因此,大家也很愿意跟他说话和交流 就比如,这一次国庆结束后 全红禅回了北京 但还没有立刻开启训练状态 还和田静女神梁小静参加了活动 后续,也是立刻与梁小静成为了朋友 两人还一起发布了特别搞怪的视频 两人年龄相差十岁 但很快就玩到了一起去 不得不说,挑水接双子星 在个性上是截然相反的 就比如,陈玉希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家闺秀 是很端庄的 但也会因此看上去是有些不好说话 甚至很多时候,是冷脸的状态 给人的感觉不是那么好接近 因此,在最近的活动中 出场前,陈玉希和全红禅一起在下面候场 前面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在控制他们的出场 结果,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陈玉希在排队的时候 陈玉希也很严肃 工作人员也跟着很严肃 看上去非常严肃 以思不苟的 但是,在陈玉希上台后 全红禅来到了第一个的时候 却跟前面的工作人员有说有笑 热聊不停歇 对方甚至还把脑袋凑近了 双方的脸上 笑容就没有断过 后续,还来了一个人 专门要凑过来聊天 全程,全妹都是笑脸盈盈的 非常乐意跟大家聊天 不得不说 全妹的性格还是很讨喜的 只是一些网友看不惯一些点罢了 总体来说 全妹的性格 还是更受人喜欢的 点击爱也愿意跟她交朋友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最近体育圈也是够热闹的 运动员们除了面对比赛 还要参加各种活动 近日,中国跳水队空降高途直播间 全红禅,陈玉希,王宗元,龙道一四人合体参加赞助商活动 在这几位中 全红禅的热度无疑是最高的 这次的直播间活动 她的表现也是备受网友们的关注 不得不说,这次的直播活动 全红禅给大家贡献了许多名场面 不仅是回答展现高情商 且说话多少也是带点喜剧人的成分 原本枯燥的直播间 也因为她变得欢乐许多 笑死 全红禅出席活动看点不断 24日的下午 中国跳水队的四位奥运跳水冠军做客高途直播间 在这里 没有了比赛与日常训练 大家也得以稍微松懈一下 展现私下里的一面 要说直播间内 更加放飞自我的还得是全红禅 四位奥运冠军面前的桌子上摆放了琳琅满目的小零食 全红禅面对这些是丝毫没有抵抗能力 于是 这个直播间便硬生生变成了全妹的吃播 真的要笑死了 全红禅真是接地气啊 全城基本嘴都没有停过 就是在那吃 而且全红禅在吃的时候 还不忘给身边人抓过去分享一点 原本 坐在全红禅身边的陈玉希表情还是一脸严肃 紧接着她一低头看身边忙着吃零食的全妹 也一时没绷住 直接笑出了声 陈玉希也是被全红禅的吃相给可爱到了 直播间的工作人员看全红禅吃得太香了 紧接着便又给送上来了一大盘的果盘 所以果盘有多大呢 王宗元看到后都没有控制住表情管理 在直播间内 全红禅也谈及到了前段时间时隔两年回老家的经历 他表示回家一直都在带娃 全红禅还一直夸赞妹妹好可爱 全红禅的个人账号上都连续好几天发布带小孩的视频 能看出她是真的很喜欢小孩子 直播间内很多问答环节 也还能都能展现全红禅机制的一面 直播间全红禅都能给干成个吃包 能看出她现在对零食真的是没有抵抗力 更别说在前段时间回老家 那肯定也是放飞自我了 而全红禅也自保 表示陈若林教练前一天还问我体重 众所周知 体重对运动员来说很重要 而陈若林教练对待全红禅也是出了名的严厉 面对掩饰的夺命提问 全红禅也很机智地躲过去了 回答这里没有撑 撑不了 网友们也调侃道你别说 全红禅这脑瓜子转得还挺快 不仅是面对陈若林的夺命问题 直播间内 面对主持人发的试卷 全红禅也很机智 事件可以说是所有学生们的恶梦 而做客高途直播间的时候 主持人也是不忘送给这四位运动员们每人一套试卷 工作人员地上来了四套卷子 高途的CEO还在那里打去说到这也太少了吧 这哥 一旁的主持人小姐姐也要笑死了 而四位运动员里 龙道义的反应最快 大声表示都送给他全红禅吧 都送给他 于是 高途的CEO便都将试卷递给了全红禅 眼看龙道义给自己挖坑 全妹也很机智 他接过这几套试卷 转身就赶忙递给了陈玉希 全妹看着试卷的表情真的是一脸嫌弃 可见他是真的很讨厌做题 身后的陈玉希还没有反应过来 看到全红禅给自己递东西 便下意识地都接住了 而这是王宗元还凑到 陈玉希的耳边调侃这四本 你都要拿回家给做了啊 等到陈玉希反应过来时 全红禅也不接这个试卷了 这时主持人出来表示 每人一本每人一本 王宗元将剩下的一本递给全红禅 嘴上叫着红姐 红姐 拿回去做 而此时 全红禅则假装自己很忙 低头抓花生 真的要笑死了 全红禅为了躲避这个试卷 也是杀费苦心 最终四位运动员 还是谁都没逃过 大家一人手上一套试卷 不过 全红禅最后还是机智地表示 我监督你们做 我得我拿回家给妹妹做 不得不说 全红禅的反应真的很快 将试卷都塞给了身后的陈玉希 王宗元 实在是躲不过了 便幽默表示 我监督你们做 自己的拿回家留给妹妹 网友们也都纷纷评论到 全红禅的妹妹 真是有福气了 遇到试卷这种噩梦难题 脑瓜子赚得是神块 轻松化解 而且说的话还很幽默 都笑了在场所有人 怪不得 王宗元会叫她红姐呢 直播间内 全红禅还不忘贴脸开大王储亲 大家在玩你话我猜游戏的时候 全妹则表示自己上一次玩 还是在王亲亲那里 真的要笑死 全妹的这句话 也让网友们再次回忆起 前阵子的港澳行 当时 全妹与崔晨熙在王储亲的身后 玩猜字游戏 全妹用肢体动作表演放屁 把樊震东给笑死了 两妹妹也把王储亲给整害羞了 结语 该说不说 这场直播因为全红禅变得欢乐了许多 她也真的给网友们带来不少笑料 能看出私下里 全红禅绝对是个搞笑女 多少带点喜剧天分在身上 怪不得 全红禅有这么多的粉丝 这般幽默风趣 真实又皆地气 谁能忍住不爱呢 4月一个午后 全红禅出现高途直播间里 给观众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零食秀 这位年仅17岁奥运冠军 用最真实自然一面 再次征服无数网友心 直播开始没多久 全红禅就化身吃播达人 只见她手里抓着一大把开心果 动作麻利的包壳 然后往嘴里一个接一个的塞 咔嚓咔嚓咀嚼声不绝于耳 小脸蛋鼓鼓 那满足神情好不可爱 旁边陈玉西看着全红禅狼吞虎咽样子 忍俊不惊 其他几位小伙伴还正经微做得和主持人交谈 唯独全红禅松弛感拉满 完全沉尽美食世界里 你吃得也太香吧 主持人忍不住打去道 全红禅抬起头 嘴里还塞得满满当当 含糊不清地说 好吃嘛 你要不要尝尝 说着 她大方地抓一把开心果递给主持人 这一幕逗落场所有人 陈玉西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捂着嘴巴直不起腰来 我看你吃得这么开心 是不是最近训练强度不大啊 主持人顺时问道 全红禅眨巴这大眼睛 一脸天真的回答 陈若琳教练前两天还问我体重呢 我跟他说 这里没有秤啊 他自己先笑起来 像个偷吃糖果被抓到小孩子 这番言论立刻引发直播 间一阵欢乐弹幕狂潮 全妹太可爱 这借口也太别搅吧 教练 我信你些 全红禅似乎并不依大家调侃 继续专注于他零食大餐 水果干 巧克力 薯片 各种各样小吃轮番上阵 他吃得津津有味 时不时还会分享给身边小伙伴 这样真实接地气一面 让观众们感受到全红禅十足烟火气 他不再是电视上那里严肃认真跳水冠军 而是一个有血有肉 爱吃爱笑普通少女 你平时训练这么辛苦 先吃点零食放松一下也很正常 主持人安慰道 全红禅明嘴一笑 是啊 平时训练真很累 我很喜欢跳水 再苦再累也愿意坚持 不过偶尔吃点好吃 心情也会变好呢 这番话导出许多运动员新生 追求梦想到路上 他们付出常人难以想象辛劳 而全红禅用他独特方式 展现出一个真实自己 弹幕不断飘过 全美太阶地气 看着他吃东西我都饿 17岁正是长身体时候 多吃点没关系 全红禅就是我们大家开心果啊 全红禅这番吃播秀持续将近半个小时 期间 他还和粉丝们分享一些训练趣事和生活小片段 比如他最喜欢吃食物 最喜欢歌曲 以及和队友们相处趣事等等 我们平时训练很辛苦 队友们都很照顾我 全红禅说 尤其是玉璽姐 经常给我带好吃 陈玉璽听到这话 笑着摇摇头 你呀 就知道吃 不过看你吃得开心 我也很高兴 两人之间互动 让人感受到姐妹般温暖 尽管年龄相仿 但陈玉璽更像是一个大姐姐 时刻照顾着全红禅 随着直播进行 越来越多网友被全红禅之恩性情所吸引 有人说她是国民妹妹 有人说她是开心果本果 更有人说她就是治愈系偶像 这个充满压力和焦虑社会中 全红禅单纯和快乐就像一股清流 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 她没有可以包装自己 也不乎别人眼光 就是简简单单地做自己 直播临近结束时 全红禅一油味尽的甜甜手指 笑嘻嘻地说 今天真开心 下次还想和大家一起吃零食 这番话又引发一阵欢呼 网友们纷纷表示 全妹 我们随时恭候你吃播 直播结束后 全红禅吃播话题很快登上热搜 无数网友为全红禅可爱和真实点赞 同时也表达对她关心和祝福 有网友评论 全红禅就像一个天真无邪精灵 她出现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也有人说 看到全红禅 仿佛看到自己年轻时影子 希望她永远保持这份纯真和快乐 还有人感慨 这个浮躁社会里 全红禅存让人感到温暖和希望 她用自己方式告诉我们 简单快乐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全红禅这次直播 不仅带给观众欢乐 也引发人们对生活态度思考 追求成功道路上 我们是否也能像全红禅一样 保持纯真和快乐 是否也能繁忙生活中 找到属于自己那份单纯盒子 这或许就是全红禅魅力所 她不仅是一位优秀运动员 更是一个活泼可爱临家年孩 她用最真实一面 温暖无数人心 未来日子里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全红禅精彩表现 无论是跳台上完美跳水 还是生活中温馨片段 愿她永远保持那份纯真和快乐 继续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和感动 让我们以一位网友留言作为结束 全红禅 你就是我们开心果 希望你永远快乐 永远幸福 欢迎踏入这片知识的海洋 点点关注 让智慧的光芒照亮您的每一天 在这里 每一次点击都是与精彩相遇的开始 让我们携手探索未知 共同成长 全红禅采访报效背后 00后与Z世代的表达方式 是真实还是不专业 近日 一段关于跳水奥运冠军 全红禅的采访视频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视频中 面对晨郁犀牛在哪里的提问 全红禅先是突然大笑 随后一句 我也经历了生长发育期 更是让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网友们对此反应热烈 有人认为全红禅帅真可爱 也有人质疑其不够专业 这场看似简单的采访风波 背后时则反映了大众对00后 Z世代运动员表达方式的 关注与思考 00后运动员的真实表达 率真 幽默与共情 作为中国跳水队的双子星 全红禅与陈玉希在赛场上默契配合 为国争光 而在赛场之外 两位00后小将也展现出了青春活泼 真实率性的一面 在此次采访中 全红禅面对镜头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情绪 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回应了问题 这种真实不做作的表达方式 也引发了许多年轻网友的共情 认为这就是00后真实的样子 事实上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 00后 Z世代成长在一个信息爆炸 表达多元的时代 相较于前辈运动员 他们更习惯于用更加直接 幽默的方式表达自我 也更乐于与外界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 这种表达方式虽然不同于以往 但也展现了新一代运动员的个性魅力和时代特征 专业性与真实性之争 如何平衡两者关系 在肯定00后 运动员真实表达的也有部分网友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 作为公众人物 运动员在接受采访时 应该展现出更加专业的一面 用更加严谨 规范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不是像全红蝉这样 没头没尾的大笑 诚然 专业性是运动员不可或缺的素质之一 在赛场上 运动员需要用专业的技术和战术去赢得比赛 在赛场下 运动员也需要用专业的态度和言行去维护国家形象 专业性并不意味着刻板和严肃 真实性也不应该成为被苛责的对象 新媒体时代下的运动员形象 多元化与包容性 在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的今天 运动员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放大解读 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树立良好的运动员形象 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 运动员需要加强自身专业素养 提升表达能力 用更加积极 正面的形象去影响大众 另一方面 大众也需要对运动员展现出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允许他们在展现专业性的保留真实的个性 中文字幕提供